所以我眷村文化七一小事 我最主要是三個媽媽的故事 眷村媽媽的故事來帶出 是人的故事 眷村文化裡面的人的故事 那第一個給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是沒看過 已經猜前的嘉義建國二村的紡色在 剛剛那個有開在你開Google丢軟器 這個 五十一 五十一的三分四十 三五一到三五一零三 好看一下喔 右下角的先放 沒有聲音 沒關係 他要跟我聊聊自己 等一下 等一下 是麥克風 我好像把麥克風扒 扒掉吧 你一想你有另外一個孔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線的 你一想就是那個 這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影片中看一下 就是建國二村 他在沒猜之前長什麼樣子 然後他還有一個地圖 什麼 他有一個地圖 他的地圖是把人民還有關節寫上去的 總共兩段 但是那個圖我找不到 我不曉得他要關國防部還是跟嘉莉市政府還是跟誰要 所以我就有點偷懶的 就是從影片中結去 好 那大家 大部分應該都是在路都是嘉莉的在近的人 應該就是可以從影片中大概知道他長 我是沒有看過 我是藉由影片來想像 沒什麼 有什麼 是 沒有 沒什麼 剛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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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剛 那时候的建国二村有479步是由空军总部克兰新建 82步是接收物贵时代所留下来的大房子 共有561户大家像子也是为了忙碌撤了杂杂的持续在一起 一转眼50年过去 所谓的时代进步对于眷村而言 似乎就停留在我们的阶段 就没有继续跟着台湾再继续成长 单国自立化已经有另外一个成为眷村的屏障 村子里高发的防火系统 在过去经常可以传出各国各地各地的相依 后来相依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少 狭窄的见闷 我们付过当年的吵杂与热 只是为了老人们的交叹声与孤独背 过去红阀的马路上当不如万哥车亮一神 也只剩下西斜乐的微义 一张张老舵的照片 介入这一群远离家将 从由此成为居民的一场 还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结婚 然后再来另外一段呢 做在这个卷称里面是有阶级的 是分官和兵 那所谓的的特权应该是官 那我们大家都把它混作一团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地图 就是它的图就是配置图 不一定是我们建筑的地面图 看一下 这种就代表人生比较多的 这些都是玉职时代所留下来的大房子 大陆都是由于这个飞行中端所作的 村子里面的一条街就跨出 同情的原本地情里面的助手 那生活的品质和物质的供应 甚至有天与地的差别 但是三地的时代还是反攻大陆时代 每次到下午的时候 若在飞行员那边的观设里面变化响起 有时候会听到这些人的夫人在哭的声音 就代表有点出任务 没有回来 那我们在不齐时跟一件通生活 环境比较不太好 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说 照顾自喜 宁可过于客难 算是最平安的地方 我们所谓客难 具体来说 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在自己的屋子里面上厕所 OK 那个厕所 因为我们刚吃饱就跳过去了 那是另外一个文化 好 好 再来讲一下他的小吃 怎么来的 我刚刚就有文字表达 那有一个小小的影片 带几分钟吧 423到624 423 你好 这是什么 越区的 挂架心情都不好 都不好 不好也不能说不好 那像吃空勤的 空勤有空勤期间 有些修飞机的 有吃空勤有吃地勤的 那空勤跟地勤是相差很多 一天一地的差别 那地勤的 卖那个糯米的那炸糕了 像大的他们一开始也卖过芝麻酱烧饼了 卖面 卖面了 洋葱面了 或者卤点肉啊 卖啊 然后自己研究小菜啊 像白菜腌一腌了 大夫菜腌一腌了 什么萝卜干了自己配配味道了 就是做点小菜买 就是贴补家用 你越卖越多 越盐就越多 就小菜就很多了 那像是辣肉皮 给他煮了 他切了肉皮 拌的这个麻辣 从前就没有 现在反正 哎 肉皮也便宜 自己花点 花点工作 你做好了 就有人买了 这就贴补家用了 有的就是上 像那个 东菜市啊 你马上买那个 就是那个批发的那个青菜 买来 然后到这儿才卖给我们 他多少就是一斤赚 赚一点儿 人头小利了 你卖多了 你是不是就赚了多点啊 那就 就拿那个来补助家庭 孩子成长总是要用钱嘛 而且那是扣住 他那时候 OK 周妈妈的住是在后面 OK 谢谢你的工作 好 那再来呢 我们先就是三个妈妈的故事 对不对 所以大概就对于建国的村 他的那个 地理位置 对有概念 然后那个 他的小吃呢 是怎么来的 在怎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然后哪些东西 然后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是 伟宗妈妈 也就是拍这个纪录片 他主角的妈妈 他是为他妈妈拍的 好 伟宗妈妈妈是 528 528 对 510 510 510 不是 不是 我是应该要自己检查 是 我们也没有结婚 因为定了 因为那个 伟宗的爸爸呀 奶奶 他奶奶呀 跟他叔叔 都到我们那个 伟宗的 就叫爷爷了 叫六爷爷 就到我们家去 就结婚也来不及 马上要撤退了 你条件也没有 结婚的那个条件 因为我们两家的生活 都不是很好 都普通人家的生活 说也没有那个条件 说现在撤退很急 说共产党要来的 说你们那个意思 就是要撤退这样 跟着军队撤退 就说带我走 那我本来我母亲 我父亲都不答应的 那我哥那会儿还在军队 他不答应 那我哥那会儿还在军队 不在家 就说不答应我来 不答应我来 然后就紧讲 好像那意思就是 王白那会儿就说 我不来他也不来 那不来的话 那要抓回去的话 就好像说是 就很麻烦 那会儿就说开小车 要叫开小车 说要开小车了 说好像就说 抓回去会怎么样 那会儿像我父亲也是军人 也是也是军人 好像我父亲就知道这个厉害 就是您认错好了吗 你那个要 好像那个 你这当兵的开小车 这是罪很大的 是吧 就讲的 我母亲就讲的意思 那那个伟公他爸爸也就是 他奶奶就这么一个儿子 那我母亲就想 人家儿子待会儿 为了我女儿不走 她不走 她犯了法 说我们对人家也不好意思 就结果这样子 才让我厉害 才让我说美人的爸爸 我们就过来了 过来来的这儿 我想不到这样的生活更糟糕 更老婆 那哪里还有 有钱说结婚是怎么样的 反正就 就等于是在大陆订婚 没结婚 就来 我就是来到台湾 那我母亲 我给你走 我母亲说了一句话 嗯 什么话 我要听 倒是错误 因为是网络连线 然后转一下 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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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火而里 对 写开神奇情节 其实我觉得语言 或者是文化 应该是融合 可是我们却有一度把它 变成是分裂 或者是 我觉得还蛮惨的 对 对 应该是融合 很快 嗯 就是这样的老百姓的人 他是平民百姓的生活 对 他们来看的话就是 其实他们过来这边 真的很辛苦 对 然后我后来想到就是说 然后在这边就是 来跟大家聊的天后 在他那里 那个 譬如说那个 像如果说你想想看 如果说你的女儿 这些女儿跟一个外国人结婚 人事地步的时候 他就是 糊里糊涂的就要过去 而且也从来 不晓得他 那个外国是长什么样子 对不对 然后那个 这个是陶纳 他大王妈从来也没来过台湾 他女儿就要跟一个 定过婚而已 就要 也不晓得他往后的日子 我们在看到也不晓得 他们一隔就是五十年 五十年后再相聚 那就是 他妈应该不在了 那下一代 兄弟姐妹可能也不熟 可能只是 只剩下血缘关系 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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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 这个 好 那我也讲一下 这是我的困难 我自上集有五段 好 我只download到两段 有三段 所以现在是有网路连线 好 那download下来的也不可惜 我应该要 最好厉害 才让我和每个人 跟爸爸们就过来了 过来来的这 想不到这的生活更糟糕 更恐怖 那哪里还有 有钱说结婚是怎么样的 反正就 就等于是在大陆订婚 没结婚就来了 我就是来的台湾 然后我母亲 我给你走 我母亲说了一句话 她说不管你走到 你拿海角 你要想着给我写信 我好知道孩子 我知道你在哪 所以我到了嘉义 我就马上回京写信 那我妈就接到我知信 我就到了我在什么什么地方 那我哥哥就凭着这个地址 找到台湾 找到亲生两样 隔壁那里的房子 找到我 好 这是 这是 这是我姐妈妈 她怎么样到台湾 就是 古代人 他们很重臣性 只有订婚两个字 就来了 因为怎么样 担心为婚夫的安慰 那不顾自己的安慰 然后就跟着来 那也是父母做决定 父母做决定 这是古代的婚姻 不过那个诚信的价值 是我们 唉 可以一直 就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大的议题 可以一再的谈 不管是在商业 或是我们吃的食物 或是 就是社会上应该还是要有点诚信 OK 好 再来呢 她有第二段 她韦中妈妈第二段 她吐 那我们来的时候是冰 那冰本身 根本就不可以带眷属了 可是那 那我说王拜拜 王拜拜那会儿就是很大胆 二十岁的人 她都在三个大桌上来 戴死姻母亲妹妹 还有回婚妻 这样来 那我们四个人根本就没有东西吃 她一份军粮我们四个人也不够吃 因为我们是冰 我们就没有粮食 没有这个眷属的粮食 那到像那个士官了 才才有军粮才有眷粮 我们没有 没有之后我们受了一个训 受了一训就是说 这些兵马马上都 其他过来这些兵的生成了这个 是就是上师了中士了这种啊 这种情受训 受完了去呢才鼓发我们眷粮 那我们有了眷粮了呢 那我们就生活就改善了 就是有粮片啊 油片啊 煤片啊 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盐也可以 也是公家发 然后煤啊 油啊 米啊 我们就是有一本呢 就是大口中口小口 就分开 那然后就之后就有孩子了 就是我们大口里大口的小口 小口里小口呢 那就全都东西的这些东西都都有 竟然知道 竟然不乐 谢谢 然后刚刚那个是 我不可以说王伟宗讲完 因为他讲已经讲了很多话 然后在电视上大家也看到 所以给王伟伟伟讲些话 那个刚刚可以看到就是说 为什么后来会有老兵的故事 不管他是跟智障的台湾女生结婚 好 剩下另外一代有问题的小孩 或者是他是跟原住民 或者他是跟台湾妈妈 或者是他是后来又 还有什么 就是老兵的一些社会问题啦 或者是他 他可能跑了 不知道几个人 又来 就是又跟很年轻 就是老兵的那个问题 或者是他回大陆被骗 就是这样 演生老的问题 原来就是他不能再倦 官可以 兵不可以 那在这个建国二村里面 有很多兵 那还有就是军种的问题 还有阶级等等 那我们从伟宗妈妈的口中 大概知道了一二 那第二个周妈妈 特别强调的周妈妈 他不是外省 他是本省 本省人嫁给台湾 那原因不明 那真的是很勇敢 应该有一个说不出的苦 或者是有一段故事 可是他影片里面没有讲 那第二段我们来看看 能干的周妈妈 连那个些郡村妈妈都称赞他能干 是娶要娶台湾媳妇 能干的周妈妈 我们来看一下 周妈妈 真的非常好 对 我们苦的 那我老大是佛妇生产的 我长起来好运 我现在很有脸 但我现在是有个性人不爱讲话 去在家生生了不行啊 难产嘛 正月初六嘛 因为很冷啊 那产婆说不行赶快送医院 那周外就去找同事开那卡车报送了 省医院去开刀 那去开刀的时候 大妈医生说 救大女小孩的姻子忘了 那我说 我们老公也喜欢小孩 然后前两天就想抱下 那我就说 尽量救嘛 结果传说 我被拿到紫色的救不活了 救不活了 后来打个强声声的 醒过来 我老公抱起那个 给我勾起恩人房的私家 他说拽进来 我就去吹我老公 我这一吹不要紧 拿个肠子骨子疯疯疯放出来 那血就不要弄那么高 因为我那时候是子孤马队 我没记得明白了嘛 我就去吹 一吹叹抽起来 那过十五六度就放笨子 机器就吸血 后背马都湿了 都是血啊 就吸啊 就喊了赶紧就练了 这个情况是 虎妈妈 虎威城妈妈 在我肩膀呢 韩国塔拉拉在我肩膀 会的嘛 看我开刀 一直开到天亮 想来挂我弄个招 我妈妈对我小孩丢的家 一起给我开刀 我很感谢嘛 后来到了时间啊 医生说要出院了 伴手说 我就跟我老公说 伴手就出院了 我老公 没有钱怎么出院了 后来那那我怎么办呢 那就是我说那小姑娘 王八卖啊 他是送那个 民伏宫中南产品的团店 酒烟他工嘛 然后我老公说 把他这些条件 从民伏宫会开 好 没有 他是那个王当务 然后接着是五十三 开头开始 你好 叫王八卖来 每年几年都到场 快找我 他老公一给我听 他说 谁找我呀 你干嘛呀 我说妈妈不要救命 他干嘛 我说我要出院来见了 你干嘛 我说我身材 他就给我开玩笑 我再来给我开玩笑 把很多王子 老大 我不管 因为他给我介绍好几个很有钱 我不嫁 我说什么都不嫁 其实是缘分的 他说 你不要坐汽车吗 哪里 给你介绍有钱的 你不要 你要跟穷帮蛋 开车的有钱吗 不管 走了 走了到门口 王八卖救命 老婆救不行了 再老公去找王八卖 我说他 我敢讲话 他怎么办 他说 没关系 他就要几点去 王八卖都给准备好了 好 就夹到中年到 王八卖之间 他就给他准备了 给他准备了 我就好了 回去够办准备 那果然说 我会想到妈妈 每天在用母 来洗澡 每天就在这些作业的 买一个鸡 可以打锅汤 我现在永远 画过来看 买一个鸡 可以打锅汤 请你 好 这是周妈 周妈 周妈的话 她 她 她 就是她 我不晓得她是爱周爸爸 我不知道 周伯伯是爱周伯伯吗 还是怎么样 她只讲得很笨 不过她 也是救命的 那个时刻的时候 她找了一个 就是长辈 她是刀子嘴 刀子口豆腐心 好 那她生产过程 也是蛮那个 但是她 她愿意保小孩 好 她愿意保小孩 然后那个 就是 就是 因为是王伯伯 不就是周伯伯喜欢的小孩 所以她觉得 还是要救小孩 好 就是尽量救这样子 那她能干到什么程度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就 就拿那个来补助家庭 孩子成长总是要用钱吗 不是 那时候她说 她那时候绑重子 绑重子 对 周妈妈会做粽子 对 那个周妈妈很能干 她排完开 她会做好多菜 好多东西 她什么都买 馄饨的 饺子 水饺她也卖 馄饨她也卖 然后做那么多小菜 卤肉 包粽子 还有那些汤丸 牛汤丸 牛汤丸 她真的能干 很热忠吗 她介绍她以前卷圈的白色 这个是院子的 这个是院子的 后面是院子的 这个超热气 后面是院子的 这个是厨房 然后再 这大厨房 好 那今天可以剪下 因为她这个 其实所有的女人都一样 希望自己出现在镜头前面 是有打扮过 擦个口红啊 梳梳头发 所以你会看到前一段 她接受采盲的时候 她的头发是短的 她是有SETTLE 那因为周妈妈 这时候没有SETTLE 我们就把她跳过去 好 那就看 能干的周妈妈 她在市场上 又研发了什么 新的产品 五芝士 现在没有 那那个是 以前在眷村那边 也有市场 我不知道 好 到十二点 然后后来就收起来 二点以后就干干净净 好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 大不大 其实这些卖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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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 你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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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不知道 我有没有说 有没有说 有没有说 我可以用 有没有说 做大菜 大大菜 看什么 现在 现在 你开始这个吧 只辣楼楼子 想让你开始这个吧 没 所以我先拿他们回家 好真的 女友不忘 谁忘人的 是吧 中套是中間刺牌的 我幫忙大家可以幫忙 我幫忙拿錢 我也有三塊錢 你幫幫忙拿給麥克風 你吃酸菜你吃酸菜 我都會吃酸菜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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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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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另外一個 好幾年了 楊帥哥應該又是另外一個 因為我主角是三位 或是挑小 因為時間的關係 好那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王記包子 現在還在 現在辦到和平路 至於說女大大還在 我不知道 因為她要上個年期 那我們來看看女大大 是一個王記包子 先等一下 王继包子在王伟中间的时代 他们学生时代 他们是把他称为吵架包子 也就是说老板和老板娘都会吵架 他们不叫他王继包子 就要吵架包子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知识 我认识老大他的包子 他王达他的包子 跟您在享受成长经验里面 他的本子是什么样的 我这个王达的我们北方人叫 北方人叫这个 这个爸爸的大哥就叫大大 可是呢就是大伯叫大大 可是我们这个为什么会叫女呢 叫女大大 反正你就真的叫 因为这个王家呢 反正决策里面大家都是像兄弟前面一样 所以我们叫这个王达的 就是这个包子原来的老板 现在也上天做神仙了 然后我们叫他王达的 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 就跟着这个王达的这个旁边这个 就是王妈妈 我们叫女大大 就这样叫起来 这个他们家呢 以前 呃 住的地方是在 是在包子盘的对面 给包子盘的那边去 那我这个 听我妈讲 这个 听我妈讲这个王达的 以前在呃 在大陆的时候呢 家境还不错 好像也娶过一个太太 好像这样子 反正就到台湾来了 到台湾来了之后呢 然后 我这个女大大呢 好像是跟着 跟着她的父亲一起 一起来台湾的 跟军队一起来台湾 就是这样子 哇 你是朋友 你也没做的 真的 跟着这个 跟着这个 跟着部队来的对不对 对 那跟着部队来的这个 我男大大的人 看起来长得还不错 好 那我女大大 你们在京东南看到我 我 我妈妈 你觉得我女大大长得怎么样 想给你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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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真的妈 说我女大长得叫女北干 而这个 他们这个夫妻啊 很有意思 他们故事是讲不完的 他们换了很多工作 就是一直在 就是眷村的人一直都在 爸爸妈妈为了 两家活口 都一直在做这种 一个生意 他们做过很多生意 比如说有卖过烧饼 有卖过杏仁茶 有最有名的呢 就卖过这个酸梅汤 以前就在现在这个 卖包的地方 他卖酸梅汤 一个大冰柜 然后那边有个鑽子 然后冰块 然后砸上那个冰块之后 碎的冰块放在锅里边 我们从小就喝了酸梅汤 长大了 现在你在台北看到 冰业鸡酸梅汤了 其实那个整个的那个 整个的秘方大概 我想就跟王鸡酸梅汤差不多 他们家做过很多生意 为什么做生意呢 我这个南大大呢 有一点点特殊的嗜好 什么嗜好呢 如果我南大大 如果那个时候 认识Las Vegas的话 他一定会在Las Vegas待很久 他喜欢 喜欢打打这个 喜欢读一读了 就这样子 所以呢 其实在娟村摆小吃 也赚了不少钱 不过我南大大也花了不少钱 当我女大大玩具也不准她读 不准她读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你 我也读 反正 就是这样子一个状况 不过两个人的手艺是很好 那两个人呢也每天吵架 每天每天吵架 就拿这包摊来讲 这包摊也开了 大概二多年多 他们这个包子是这样子 我南大大还在的时候呢 哥女大大 他每天早上吵架 吵架家里的事情 就吵来吵去 那这个 这个包摊呢 这本身呢 这块地方 也是坚分 早上呢 比如说 爸爸妈妈 有时候没事去帮忙 然后在面聊天 喝茶 吃包子 有时候呢 就是聊聊天帮忙 也是不要理钱了 吃个包子也不要钱了 大家就去家人 那这一群人 反正就在这个包摊里面 就每天早上见面 我南大大跟我女大大大 每天吵架 那我们几条路 以前这条路一直通 就通到沈家公 那我就住沈家公的 然后很多学生就来买包摊 很多上班族来买包子 就每天他们吵架 那大家不害怕 他们两个干起来 他们两个好像也在别人面前 打到架 反正每天骂每天吵 然后我南大大比较 比较不讲脏话 可是我女大大呢 就是这个 我女大大算是这个 他们讲说是北京的乡家人 比较 好像不讲 嘴巴里面不再讲脏话 好像不会讲话 反正就一边吵啊 一边卖包子 这个有时候那个树的旺 那几个 多少树的旺 反正往里面丢包子 所以有时候 我同学 我同学 我以前家属的同学 最喜欢他们 吵架出来买包子 比如说十块 就买两个包子 有时候会吃到六个 哈哈哈 那后来呢 我南大的 我南大好像有一次是七角二十哥 出去玩的时候 啊 到哪去玩呢 这个也不太好解释 所以他们的爸爸有时候 去看看 看看歌舞团 他们家里有名那些歌舞团 然后七角二十哥去玩的时候呢 这个人摔了一跤 摔了一跤 后来就这个 后来就过世 后来吵两个人吵了一倍加 嗯 然后后来 我大姐有一次就问我 女大夫 她说 就问我女大夫 说这个 你们两个吵得最佳 到底 你到底爱不爱我 南大夫 有这样子问 那眷村的妈妈 怎么会说 我爱不爱呢 反正讲了一句话 就说 我若不爱她 我说她妈每天跟她吵架 哈哈哈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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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所以我们称的来讲 是非常重要 那这个女大夫的声音力 是非常非常的强韧的 我觉得她一天不骂人呢 她就说包子也做得不好 然后呢 东西也可能做得不好吃 人可能也活得没有精神 所以我觉得这个包子店 对我们卷出来讲 算是非常非常重要 精神包围之一 谢谢 好 那个女大夫大概知道了 我们看一下五十一 所以 冒败 不知道五十一 五十一的 吃的五十一 就是 女大夫她在家里 她也是不打蛋的 然后就是非常非常有个性的一个 北京人 南语人 南语人啊 顺老 那您家里面背景是怎么样 家里也是普通人家了 啊 就是 上下班好人吃饭的 啊 你的工作人 对 那您那时候怎么也送上北京人啊 我们是 就是说 他们 他的哥哥 他的堂哥 跟日本抗战 打胜利了 就国民党胜利了 就回到北京了 回到北京 在南语他们 很多空军的都自己租房子啊 那堂哥住的房子 跟我妈妈住一边 住在一个院子里头 结果 住在一个院子里头 他这个堂哥就是 慢慢两三年五就都熟了嘛 就是他堂哥介绍了 啊 啊 我们相处多久啊 才结婚呢 啊 我们相处没多久 一年多一年 就结婚了 对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也是天津人嘛 因为我父亲也是天津人嘛 所以家里家长都愿意啊 就结婚了 对 我接着婚要走啊 我母亲不太愿意 我接着婚就要走啊 好像无法的心很小 结果我爸就讲说 哎呀 都是天津人啦 走的哪 还想着回家了 现在他们还会回来的 结果你来就五十年了 五十年了 净都不成了 您那时候结婚 做年纪多少 我那会儿十九 十九 十九 我们本来说二十四结婚的 结果你碰难党的时候 所以没办法了 那这一段呢 最后一段讲的是 李大大他怎么样的精神法 一定要工作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南大大 对大大已经 往生了吧 四十六五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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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点又起床了 那个 没有打灯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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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做包子 边做夜 四点 四点就要起 我也不会啊 我也不会要到四点 自然性 是 几十年饭都这样啊 多年来的就是生活习惯的 唯一语了 那你这样子晚上 我上次累了就是 昨天做梦就去了 除非有时候也是一点 但是我说他们都回来就不得上啊 反正七十年那天开始有没有哪一天休息了 不休息了 什么 家里有事 花来帮你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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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花来帮你去的 你花来帮你去的 我怎么卖啊 下哪里去的 人家是肯定处境 家里可以去的 对 但是过程应该就可以了 不行 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 花多大分钟就不用干 这儿不行 那十个人吃嘛 五个台一分钟你就干 不行嘛 人家白鲜了 刚刚妈今天做一道 还不打得分光 张面化 对 所以以前是在民国路上 对 以前是在民国路上 然后可能是他那个 什么 他们是不是有外省捐赠的那个 市集 只到十二点 对对 拆掉就没了 然后现在王继包子 是在和平路上 大家找一下 谁还 东加圆环 喼门 洞天圆环 狗黑圆环 大家可以去找 包括第二代的是上 就那个 那一个衬衫 好 哦 那是2014年牌 現在已經降格7年了 對 他應該都7、840年了 這個已經多數了 這個大概有多數 好像是 現在好像是這個才算 現在是這個嗎 對 但是有別的 你大大我一個 你大大我一個 我一個 我一個 你大大了解 你大大了解 我了解 他說你大大還好 是嗎 健全大哥 剛年換又不是買 改進去買包裝飾看啊 對啊 生命力很強 為什麼過了那麼久了 哇 這應該當出門的時候最好吃 這應該是越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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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就完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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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不是了 完了 好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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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是吧 不是吧 好 OK 好 就是 剛剛介紹三個語言的 眷村媽媽的故事啊 帶出眷村文化還有就是 他的小吃 那這三個算是 就是紀錄片裡面比較 就是中文比較多的 所以我是剪這三個 王岐包子還在 好 大家可以去找找看 到底你知道大家現在就是 長得怎麼樣子 然後過得怎麼樣 那剛剛有 有 好 夥伴說還活著 還活著 去那個王岐包子 吵架包子 看能不能碰到他 也說 欸我在紀錄片看過你 就是 我今天的這個報告 算是一個 拋磚引玉 那希望大家可以去 發掘更多的故事 那我要拍紀錄片 不可能拍得比王尼中好 因為我 第一代拍不到 那但是我們可以去新進 他第二代第三代 那我今天就是 在做報告的時候 我一直在考慮說 我不要做旅遊節目 不要說什麼 哪家好吃不好吃 那個不是我的專長 那我要看作的是 這個東西後面的故事 還有意義 好 那這三個媽媽 那大家就是 中媽媽我想還站在 有人說在耶 在哪裡 好 大家網路搜尋一下 或怎麼樣 那還有就是 二丫頭的 還有一些很多小吃 我都沒有擺進去 因為時間有關 我只能挑三個 二丫頭還有 小五妹 就是麻辣兩念 好 還有 不一樣包子 還有什麼 不一樣蠻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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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在新生物 要預定 因為他是老一輩在做 他限量 因為他就是 還是手工的力氣不多 然後還是一樣早起 做完就沒有 通常就是你隔天預定 早上八點就沒了 早上八點就沒了 就是你隔天要預定 打手去預定 然後他就是 他人老了 就能做那麼多量 他不是用機器 一顆超便宜的 一顆十塊錢 一百塊可以買十一顆 欸 好 有 比較小顆啦 沒有那麼大顆 是嗎 好大顆 那我也不會像那麼多 哈哈哈哈